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来孙明辉 方硕的命中率真是惨不忍睹 尤其在三分线外的准薪更是难以让人接受 显然在这样的命中率面前如不出意外的话 而这两人已经被出局 最后再来说像身体的优势 在经过这近两年的比赛 我们能够发现在想打出一个好的数据 那么就必须有一个强壮的身体 而考虑到身体的烈射篮队的陆文博 在国际赛场上身体对抗会非常吃亏 还有任俊飞虽说他是一名非常不错的蓝领球员 但是在进攻短缘俊飞 很难能够为球队提供一个有效的得分保障 基本也处于淘汰的边缘 而红队的赵太龙由于最近几个赛季身体向滑 的原因身体也处于一个劣势 一来了一旦遇到强壮的球员 那么赵太龙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所以说赵太龙和陆文博这两人 也基本会出局而任俊飞则站在边缘 根据上面的说法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陶汉林 于德豪 胡明轩 周湛东 陆文博 于长洞 董汉林 孙明辉 方硕 赵太龙 这十名球员基本已被提前淘汰 而韩德俊和任俊飞则处于一个淘汰的边缘 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同小编的这种观点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